義大利門生多納魯馬擋下西班牙選手的射門 歐國杯準決賽關鍵PK大戰 藍山就義大利要一腳擊沉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不只在倫多溫步立球場的義大利球迷歡聲雷動 也在羅馬關賽的民眾進球瞬間同樣徹底嗨翻 所有人興奮的又叫又跳 因為這是義大利從1968年以來首次踢進歐洲國家盃的決賽 超級驚喜的 最緊張的遊戲 我沒想到會有任何判斷 很緊張 很興奮 很棒的結果 我超級開心 我會祝福到明天 我今天要睡覺 很緊張 另一頭西班牙的球迷看比賽的心情有如洗三溫暖 畢竟從正規賽到延長賽 始終看義大利僅要在1比1的比數 最後卻輸在PK戰 讓西班牙球迷難掩失望之情 我們知道這會是很困難的 因為在西班牙的高級優勝 我們都會有困難 我們有苦 我們有苦 我們在想 義大利總教投賽後坦言 沒人看好他們能踢進冠軍賽 但現在他們做到了 而義大利交和另一組英格蘭和丹麥卷決賽的勝隊 一同爭奪今年歐國盃的總冠軍 多算新聞國際中心政府報導